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次来咱们节目已经有一年之余了 这次我们叫她来 因为咱们要聊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充猛 阿丽达 她的爪子会比较喜欢 因为她是从小看的 暴露年龄了 非常有幸的是 我们仨这次利用一个小假期 我们去香港提前观影了 在香港看的这部阿丽达 对 战斗天使阿丽达 我对我自己来说 我对我自己说 我的2019年观影已经结束了 我认为2019年最好的国产电影 《流浪地球》 最好的外语片 阿丽达 我都已经看过了 其实我对2019年 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 现在就直接看2020年的篇章了 虽然这部阿丽达 不是卡丽达亲自指导了 是他挂名监制 但我觉得还是离不开他的过温 对 因为是这样 其实我不是从小看 这个充猛长大的 我后来很 说实话 我后来看 就是听这个南宫博士 一个台湾的一个科幻的一个 叫什么科幻的一个推广者 一个科幻教授 他讲到全世界的科幻里边 讲到日本这一块的时候 其实他就主要推荐了两个 这类的 就是这种类型的这种漫画 因为日本主要是以漫画为主 对吧 就是这种 比较有一定深度的这种科幻作品 他推荐两个 一个是宫壳 一个是冲梦 其实之前宫壳是多少看过了解过的 但是后来就是听完他讲之后 也去又重新的又看了 然后但是在那之前 我确实不太了解冲梦 所以是后来才看的冲梦 但是他在那个 你知道这个 他那个讲座已经很多年 很多年之前了 他在那会儿讲的时候 就他又很激动的就提到了 说这个卡梅隆 他看到了一个片 片长卡梅隆的照片 然后穿了一个冲梦的 这么一个T恤衫 就是而且他从渠道了解到 说卡梅隆已经买了 这个冲梦的版权 所以他特别期待着 他就是非常欣赏的 这个冲梦能够拍成电影 然后就迟迟的没有消息 一过就是十年 结果就是真的在 去年就放出消息 这个片实际上拍完了 就是卡梅隆找了一个 就是卡梅隆自己做的监制 自己做的编剧 和整体的这个把控 但是导演请的是这个 罪恶都市的那个 罪恶之城的那个导演 卢德里格斯 那个导演的作品 其实我也挺喜欢 就是讲的是一个 里边有黑社会 你不害怕吗 不过那里边最后打赢的是 跟赛金花一个工种的 这些姑娘们吧 我对这个对吧 同行 我一直对同行 都是暴雨特别热忱的 这种关注 对我特别喜欢 他那个最后一趴 这些技术 女技术工作者 出来之后 看人的这个 对对对 就是其实那个导演 非常有才华 就是大家如果看过 罪恶都市 我还 罪恶之城 我还挺推荐的 那个是一个黑白红调色的 这么一部电影 而且打得挺狠的 然后呢 他是来就是指导的 这个 这个战斗天使 阿丽塔 然后呢 是这个卡梅隆 做的编剧 和整个的监制 所以还是 这个比较令人关注 而且他们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特效 就好像还是请的 这个维塔工作室吧 对吧 还是维塔工作室 说这回特效 是升级到了一个 怎么讲 就是我为朋友 他们是多少了解过的 跟我讲说的就是 这你看是一机器人 你以前看一个特效 机器人都坐在外边了 他们把钱花在了里边 就是我这机器人 里边的结构 全都是做出来的 这样他能确保 在这个战斗过程当中 他这些动作 是符合这个机械原理的 这个是很难 他不可能说 这动作夸着闹了 我做不到 我必须是这里边 能够能够这个 齿罗咬合 能做到这个程度的 所以这个是 他的特效厉害的地方 这也是我看完之后 我感觉 凯文龙大师 又是领先这个时代 半个身位的感觉 你在这部电视里边 能看出一种内功 内力 能从机器人身中 看出内力 不过你真的别说 这个是冲梦的一个特点 因为到最后 他讲的就是 武术空手道 什么中国武学 最后跟机器融合 然后是你这种机甲状态 然后打出什么空手道的 什么什么拳法 这个确实 你可能需要这种方式 你才能把他 表现的主题表现出来 来找他说两句 咱们那天在香港看完了 是吧 因为他拿到这个版权 确实非常早了 就算是十几年磨一剑 当时拿到的时候 是觉得那个时候的技术程度 不足以支撑 他想要表达的事项理念 所以选择了先做阿凡达 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打磨和成绩 也算是现在交出来的这份答件 是应该是挺满足大家这个期待的 而且我觉得那个凯蒙龙真的是充盟的粉丝 死中的感觉 就是你知道如果你对这个作品啊 非常的喜爱 如果你要想去怎么说 去重新演绎他的话 可能你都不愿意去改 去改他原有这个剧情啊 包括镜头啊 是吧 哎呀就是 因为不能跟大家剧透啊 因为我们已经看过了 反正我真的感觉 在这个电影阿丽达里边 能看出来凯蒙龙就是一个 在这个作品面前 他真的就是感觉是一种 学生的心态 是对这个作品的那种仰视 以后可能会有一种新名词 就是这个卡梅隆式的翻拍 对吧 上回那是诺兰士 这回卡梅隆式的 这个说实话 就是说肯定会 从漫画到电影一定会有改编 但是之前主要是我们之前被攻殼 实在是吓到了 包括很多美国导演 这是好严肤体系的 这个他们的制片 这个对日本 或其他国家的这种漫画改编的话 通常都会达到括弧 包括龙珠 街霸 就是让我们有点匪夷所思 不好接受的状态 但是这个就是一看 就是确实是凯蒙龙 他们是非常喜欢这个漫画的 所以就他的内核和大体的 这个东西没有发生 这个没有发生像宫壳似的 这种崩坏似的改编 这个是很难得 如果看我宫壳就能明白 最后连把几部戏的主角 反派给塞到一个人身上 那个是令人挺难以接受的 这回没有出现这些情况 而且确实也能看出来 这位冲梦这个作品 其实大家知道的很少 我觉得大家知道冲梦这个漫画的很少 为什么能得到这个凯蒙龙这么的喜爱 对吧 就是其实还是挺有道理的 就是从我看了这些漫画 这些科幻故事来讲 其实冲梦确实是对 我觉得看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步一步被震撼 然后去看这个漫画 一边被震撼 一边去思考人生 这是一个挺难得的作品 然后有发现人生 人生中现在现实的种种 跟这个漫画又是如此的不谋而合 无论是世还是人 是吧 感觉好像我们现在生活 正在验证着漫画中的这一切 你说得太对了 因为看完 这时候我们俩讨论过 就突然发现身边的好多事 跟这个能合上 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真的感觉是卡维隆 在努力的去还原这漫画 甚至是努力还原了 之前出过OVA里边的很多细节 阿丽塔可能不如十年前 阿凡达刚出来的时候 那么如此经验 但是你在看的过程中 你就会被他的这种大师 他有一种大师气在里边 他不是说像以前那种 用高大威猛那种东西震撼你了 他们是用一种隐隐的那种 内在的一种内核中的力量 去努力的去感染你 一种内在的力量 而且就是这个片肯定不是一部 这个片应该是后边有 就是延续的这个二跟三 因为他明显的就是 他要表达的这个 很多是要在后边给揭露出来的 其实很有意思 所以他是明确是系列 不像功课跟龙珠 就一看就是一部就完事的这种 人家是要把这故事给你讲完整 塔维隆在改编的时候 就是一个三部曲的结构来做的 所以他自己是做了 非常完整的一套方案 包括世界观整体的融合 重新的架构 反正我现在是非常激动 有点油伦色 咱们今天就是可以跟大家再多聊聊 出梦的漫画的一些故事 这部漫画作品 其实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的 这个漫画是 那个怎么说呢 三部 三部 现在是最新一部 到现在还在连载 最新一部到现在还在连载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游戏 然后 他90年开始的 差不多吧 然后第一部作品 其实在连载到结尾的时候 作者是据说是产生的可能是比较大的心理疾病 所以当时他也在是看那个有去接受一部分的治疗 所以当时觉得并没有办法把这个故事按计划去完成 所以结局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转弯吧 然后就把第一部比较仓促下就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第一部冲锋的剧情 但是据很多粉丝来讲说第一部完结其实还是很漂亮 对 因为当时虽然说作者的那个状态是对于自己来讲 可能是比较不太好 但是对于作品来讲爆发出了异常的异样的一些闪光的色彩 因为毕竟这种气质又跟作者故事当时的走向比较吻合 看完第一部你就觉得太完美了这个作品 真的是这种感觉 但是你就会有一种常人若失的感觉 就是我还想看你后边要怎么更牛逼呢 怎么结束了 日本很多那种大师级的作品都是很短 就突然结束了 50多本 50多本好像是 当时是比较仓促 然后后来就是作者觉得那个就是状况好了一些 其实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因为呼声又很高嘛 然后他就又回去去完成这个作品 可是因为当时的那个结局其实是完整的 所以在当时结局的那个点再去后续的话就很难了 就是反正那个故事大概是在第一部吧 就像第一部反正分那么有分四部分的分五部分 就是他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 就是第一部故事的最后一章节上边 他那一章节就删掉了 然后第二本他的第二套漫画直接等于是接在这个 这个把最后一章节给改了 这一会我们可能一会最后会聊的 所以你第一本看是结尾了 都完事了 已经世界和平了 结果你到第二本一看就全然不是这么回事 他为四语把最后第一部的最后应该是第九集的位置 能说那个剧情吗 可以可以 就是漫画剧情随便 漫画剧情随便说 就第九集最后他的那个故事的结局是凯莉爆炸了 然后他被扎碎了的这个点 然后做了一个节点 然后原本的结局呢 是这个以扎碎这个点为分支点 一个走向 然后呢他重新改呢 就把那个点作为一个梦境 做了一个切分 然后他走向了另一个走向 就是后面延续的第二部 这第二部其实作者在第二部里完成的是自己当时在构建故事时候 就想要表达的完整的故事的后面的设定 他没能写完呢 他在第二部里去写完 那么第三部和第二部之间的结合就非常顺畅了 因为这是一期合成的了 但是听说第三部跟第二部 反而也有些小的设定上的区别吧 这就 但是因为还在连载 所以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今儿可能不会聊第三部 因为他还在连载当中 但是说第二部 其实有好多朋友吧 就看完第一部觉得太完美了 这个结局 第二部不看了 但是第二部确实不得不承认 第二部在后期的时候吧 打的太多了 就没剧情 就开始抡 然后就光光的抡 然后一抡抡三集 其实这也挺有意思的 一般你看像龙珠 然后咔 你那拿嘴平打 就搞成这集水了 我们要看打 但是中梦就不是这么一事 一看打就说这集水了 光打了 我们要看车画 这个是方向不一样的 但实际上其实跟刚才跟爪子说 你看到第二集的时候 一开始我看第二本 不知道第二集 就是第二套的时候 我开始也觉得第一套看完美了 第二套 是不是就狗委屈 就要看着玩吧 看了几个之后 这剧情就比第一部还惊 就是还惊险 还厉害 然后再往下看 就真的你感觉 他把之前那个 明显这剧情是老早之前 就设置好的 对 他是把之前铺垫的东西 给你展开了 全展开了 后边就 太漂亮了 因为在生病之前 在生病之前 其实他已经有构思了 对 因为他连这些名字什么的 就是能 本身在第一部里 这些名字的梗 就已经用上了 但是那个城市就没有写 当然这回就写了后边的城市 然后包括到 当然确实在最后 大概三分之四分之一的部分 就开始光光怼价了 然后开始感悟人生了 就中间会有一部分 非常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第二部里边 打斗戏太多 但实际上 我觉得第二部还是挺完整的 把它真正想表达的内容 表达出来 金花提到一个点 就是 充盟的很多粉丝 可能更愿意看他去 这个剧情的 就是剧情里边这种对话的驱动 或者说故事的这种驱动 反而那个打斗是次要的 是吧 因为这也是就是表现了 其实这部漫画的 他自己这种独特的这种哲学 有一个哲学观在里边 他的剧情是很厉害 剧情带着思考跟哲学 但是在讲这个故事之前 先说一下那个打斗 其实他打斗设置也很厉害 因为他这个大概的设定是说 这个主人公是一个 这个上了先这么讲 主人公大脑还是人类大脑 然后身体是这个 全都是机器了 只有草题素子 所以他说 那会介绍他跟宫壳一块 对 早期我也有一度是把冲锋 跟那个工神闹混了 对 他在这个 因为他们其实诞生的时间也差不多 然后那会的科技和那会的一些 这个日本当时历史的情况 是类似的 所以他们都有了同样的想法 就是这个 这个大脑还是这个人类的 然后身上都是这个机体了 都是机甲了 对 所以他在打的时候就动不动就断腰 然后断手 能继续打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咱们普通人类断个胳背 哗哗流血 人没事 所以甚至到后期 有些打斗的时候 比如我卖一个破绽 咱们卖一个破绽 就是我假装亮晴一下 不 他卖一个破绽 是胳背被砍掉了 然后他拿着一只断胳背 帮敌人的脑袋 就是有很多 由于你是机体 机甲之后 他打斗券 我就会变成这样 尤其是你在看他出的那个OVA的时候 你会非常赞叹 这是一个画幅4比3的 但是你看他打斗 包括他那的运动分情 完全不像是一个90年代 那时候的作品 然后大概讲一下剧情 因为第一部里边 第一部一般分几部分 分四部分 又分五部分的 反正他其实这回电影 他讲的只是我们第一部漫画的 前边的一小部分 所以我们没法说的太多的剧透 但是一定会剧透的 所以怕剧透的 可以现在不停看完了回来停 或者说你等三五年之后 他这系列都完了 你再回听也可以 表现讲的大概就是主人公 先说一下主人公 在漫画里边叫加里 对吧 或者凯莉 翻译叫凯莉 翻译叫凯莉的 你可以就叫阿丽塔 更着跟电影里一样 对对对 然后漫画里边叫加里 或者凯莉 但是这回叫阿丽塔 其实这翻译还有个说法 有人说是 翻译人觉得原来那个名字 有点俗气 就是什么西班牙翻译 他觉得原来名字俗气 所以改了这么一个 这是一种往生的说法 当然我看的漫画里边 其实阿丽塔 就是这个叫加里 做过一个梦 他在梦里边的时候 他叫阿丽塔 我的 这个 埋了这么多梗在里边 都是作者埋的 是吗 实际是这个梦里边 应该是我觉得 这个叫阿丽塔 可能会 卡梦龙也会是考虑到了 因为他在梦里 这个人叫阿丽塔 不过自后完结的时候 电影也是一梦 也可能最好实际人叫加里 说不是 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说他最后三部完结的时候 就说不好了 就是说 咱们就说这个 叫千万像阿丽塔 就是这个 而且你没发现吗 这类什么 仿生人 这 什么机器人的 这个戏 第一场都是他们 从床上苏醒 然后这回 这回不是 这回就是 是一个 一个医生大伯 一个医生呗呗 叫伊德 他就是在 他们城市里 捡到了这么一个小孩 他们这是个什么城 其实就讲 大设定比较有意思 他们叫废铁镇 叫废铁镇 然后这个城 这个城市 实际就是地球 最后在后几章上 有明确讲 这个地球是 怎么演变成这样的 当然故事一开始 不是 故事一开始就告诉你 这个地儿 反正是地球 是好多好多年之后 他们还有一个 他们的算力的 一个立法 其实他们那个立法 后来解释 他们的立法 是以人类发射 第一颗人造卫星 作为元年计算的 然后 在这么一个世界 叫废铁镇 这个废铁镇是什么样 就是废铁镇 天空中 飘着一个 叫扎里姆的 这么一个城 这个城飘在空中 它这个城底下 有一个大洞 城上面的垃圾 都会扔到城下 然后 所以这个废铁镇 实际上是地面上 最繁华的城市 因为这个地面 还有其他城市 其实 但是这个废铁镇 已经是地面上 最繁华的城市了 因为它可以接到 天上垃圾 因为天上接到 天上垃圾 而且这个废铁镇的人 要努力的工作 做粮食 做吃的 然后做好东西 然后通过这个管道 送到天上的城 但是谁也不知道 天上城到底什么样 然后天上的城 好像是会给一些电力 给到下边 施舍一些电力 给下边 是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地面城 是禁止两样东西 就是底下的这些城 包括废铁镇 和其他的地方 会禁止两个东西 一个是飞 一个是枪 就是人不许随便是枪 然后你也不许飞行 不光人不能飞 连鸟都不能飞 就任何飞行的东西 只要飞 就会有人给它毁灭掉 然后他们有一个工厂 这个工厂 一直给天上输送养料 就是让地下的人 劳动来给供给天上 这个工厂就变成了 地面的权力中枢了 就变成地面的权力中枢了 那就天天的去 大家就是从这些废铁里边 天上掉了垃圾里边 捡出一些觉得有用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什么一个机器胳膊 一个轮胎什么的 就可以给地面上的人改造 因为地面上的人 未来已经很发达了 就是身体哪坏了 就可以改 比如胳膊断了 换一机械臂 心脏坏了 换一机械心脏 除了大脑全弄坏 苏勒达也就都会去捡这个东西 然后所谓的上来的男主角 就是医德医生 这个医生就是来捡到了 这么一个小姑娘 这个就是半拉肾的关于脑袋 然后一看就是感觉 以为是个废铁 结果一看说是活着呢 然后就是他只有大脑是人类 身体已经全部就是机械化 当时被打碎了 然后就把他给救了 把他给治了 治了之后 这个小姑娘就是这个 阿丽塔 就是这个主角了 这个家里 叫家里吧 叫家里 这个家里呢 就是失忆了 然后感觉对这个世界 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懵懂少女 一看身材大概也就是这个 四五岁 青春期的小孩 然后有青春期的萌动 但是结果他发现呢 他内心呢 就是对战斗特别 就是虽然他有爱 但是他对战斗本身 就充满着一种欲望 一旦打起来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兴高采烈的 然后呢 但是他又很善良 然后在这过程中 又谈了恋爱 其实漫画里边 恋爱成分表现的 没有那么的强 就认识叫余果 漫画叫余果吧 余果 就是认识了一个小男孩 叫余果 这小男孩呢 就是死也白雷要上天 死也白雷就是 他想到天上的一个城市 然后整个这个 这个大概故事 就是前面一小段讲的 就是他怎么跟这个 这个帮助余果上天 结果这个余果 在上天过程中呢 其实也并不是手脚 并不是很干净 然后结果 结果特别特别酷的是说 这个有一个黑社会老大 就跟他说 这个这个漫画里边 一口老大叫什么 我忘了 就黑社会 老黑 有一老黑就跟这个余果 是说的 你弄够一千万 弄够一千万 我就能送你上去 因为他是负责这个 专门往天上运东西的 往天上运东西的 结果这个余果最后就是 反而各种手段 弄到了一千万 结果发现 上不去 为什么 说上去 上去 就是说 他跟他说 就是你在底下有吃有喝的 我天上这些人 也就是吃咱们送的这些东西 咱们送的过程中 咱们就自己就能吃了 你有什么必要飞上去呢 对吧 你上去 你就是做人家的最底层 你在这你能当王 对吧 以后就是我接班人了 对吧 结果如果就是 你就不懂梦想 梦想不是为了吃好喝好 梦想是为了展开我的翅膀 飞向蓝天 我就不能让他们不让我飞 我就他们要上去 结果后来就是发现 你就是没有上去的任何机会 你那钱也上 有那么多钱 你也上不去 结果他又自己要爬 这个管道要爬上去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就被给打死了 就给打碎了 其实最早看到的时候 我会很惊讶 男主角死了吗 对吧 男主角死掉了 这很奇怪 其实后来发现 其实他并不算是 整个系列的男主角 这个整个系列 只有家里 女主角 是真正的女主角 而整个这个故事 实际上是埋垫了之后 所有那些 就是等你再看到 后边故事的时候 你会更震撼的 那个阴 就是那个肿脏 就是因为这个小男孩的死 埋下了后边很多很多事 你反思的种子 这很厉害 对吧 小男孩确实有很像 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 他 反正能看出雨果 他是一个特别 可能是追求一种 虚无的繁荣 或者虚无的 他相信 因为对于他来讲 他彻底的相信 天上比天下好 他彻底的相信 他可能都没有见过 他一个东西 他没有见过 他靠的是想象 靠的是想象 别人跟他说 内力很好 因为他们至少能看到 说你看这些吃的是 送到天上去了 对吧 而且天上对下边 是又能控制 所以他想象 天上一定很好 而且他愤怒的去看待 他周遭生活的 这个废铁镇 对 而且觉得你们 为什么都不上进 你们有梦想 你们为什么不想上去 对吧 在这里活着 你怎么能不反抗 这回借着 这个电影 从温了一下 之前的剧情 发现他是一个 第一步的结构 非常的紧凑 他有几个关键性的角色 是轮番登场 是一个标准的 就是那个时候 日本漫画二元论的 一个做法 就是我分章节 每一个章节 有一个主要对立的角色 这个角色 对主人公造成一个影响 我在这个章节 解决完跟这个角色的 纠葛也好 对立也好 这个章节完了 这个角色就过去 然后就下一个章节 就出现新的角色 但是他为主人公 提供了成长 对他在 每一个角色 在主人公的 不同成长阶段 完成不同的成长使命 明白 就通关打boss 拿了经验 调了装备 就打盖 这是现爽玩吗 其实 现在爽玩的 直网玩的这个结构里 能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 所以说 这个像伊德也好 雨果也好 包括就是电影里 也会呈现预告片 就能够看到登场的这几个反派 他们在 那个原作里头 都是在不同章节的主要角色 也能看出来 就是 就 现在是 把他们有一个完整的架构 把他们都串联在一个主线里了 现在还有 这个漫画是这么 这种节奏去表现的吗 写的吗 有很多的漫画 其实你想来都是 现在呢 现在这种玩法 现在过时了吗 现在啊 算过时吧 我觉得现在还这么玩 大家会觉得有点俗 但我觉得形式 就是还是看内容 它确实是一个 比较常规的形式 其实就跟咱们看 幽白书 对吧 看那个 幽白是很典型 龙珠也是 龙珠 那个时候的都是这样 都是那会儿都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就是他挺厉害的一点 是什么 比如说像这个 小男孩 雨果这个角色 他感觉是什么 就是确实 他是家里成长 跟思考的一个 这么一个点 就是未来的话 就是他 但是他不光是家里的成长 他对于观看者 他对于观者来讲 他都是一个 让你后来去成长 因为有时候 我们看龙珠 其实不是说的不还 因为我特别喜欢龙珠 这种风格不一样 但是你说 这个可能小林的死 对于悟空是一个成长 但小林死 对于我不是一个成长 对于我金花 并不是一个成长 对吧 但是那个小孩的死 我真觉得 对我都是一个成长 但这种创作 这种创作形态 也是跟那个时代有关的 因为当时的漫画的连载 那么我在试水 我的这个题材 人设能不能被观众市场 接受的时候 就先从一个小点来 我做一个对立 然后做一个章节 然后市场反应好 可是这个章节结束了 这个人死了 那我就要找一个新的对立面 再去开一个章节 如果好的话 就一直再去往下 慢慢的世界观会 越来越展开 可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当时好的作品呢 其实作者在创作的初期 已经有一些野心 植入在前面了 他有了铺垫 只是我用章节的形式 去一点点的展开 到最后 整个这个作品 已经奠立好他的形态 然后他的整个世界观 格局都打开了以后 他很有技巧性的 把之前的那些人 又给说到了一起 对对对 而且就是 其实像刚才说这个 就是你能看出他的野心 因为就是他有 因为这个作品 他有一个贯穿始终的 他想去表达的东西 其实他在第一部分里边 就已经 他没有明确的 去特别强烈的 表达出这个感觉 但是已经开始隐隐约约的 这个东西就出现了 就比如他们那个大反派 叫什么玩意儿来的 就是那个机器人 那个长得跟地狱泡笑似的 四个字 四个字 这三个字 那个漫画里叫马卡克 就叫咱们漫画里 马卡克吧 就是他特别有意思 就是你看 就是我们刚才听了一个设定 就是废铁镇特别惨 废铁镇活在扎里姆的 这个淫威之下 然后你都不知道天上是什么样 结果他们第一回 面对的一个大反派 是生活在哪呢 废铁镇的下边 这个废铁镇的这些垃圾 去哪了 扔到地下了 地下还有一个世界 你以为废铁镇就最惨了吗 下边还有一个世界 这个大反派 好像在那个世界里长大的 就活得都不被人认可 好像弄个虫子似的 是怎么着 你有印象吗 有有有有 那个印象非常深 有印象非常深 对 你说到这个就是 因为很多的作品一上来 如果主人公是这种 就是类似重生的这种 一上来就是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做什么 可是当时我看这个作品 印象很深的 就震撼的点在于 家里醒来以后 他并没有再去迷茫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做什么 而是就是 他其实关注的是 我能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就是我现在 我不在乎我是谁 他不迷茫这个 可是周遭所有的人 会去关注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做什么 他是一个自我 自我意识觉醒的特别早 而且自我意志非常强大的人 他没有迷茫 对 倒是所有看的人 就不知道他下一步 还能做出什么 这个是信任的地方 包括像他周围的那些人 他们自己也迷茫 相当于我就自己就迷茫 就是都不知道天生是什么 死活要上去 像点那大虫子 就那个反派 他就一直要变强 因为他觉得他生活在废铁镇下边 一个更惨的世界 我他妈要让大家认可我 他想说废铁镇的人都认可的 觉得他很厉害 对 是这样 就说到这个 就是头几个章节出现的这些人物 都有一个功性 就或者迷茫 或挣扎 或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 然后一辈子就是在自我认知和渴望认同 或者寻找自身的价值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对对 是是是 真的是 就是你说特别对 那确实是这样 就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 然后而且其实现在在看起来 虽然并不是玛丽苏的情节 但是无论他身边所有的这些 就是对手也好 伙伴也好 包括伊德 雨果 然后那个像加勒 那格务神一样的 马卡克也好 还有后面的就是死亡球的对手也好 他们当他们遭遇到家里这个对手的时候 都或多或少的流露出了爱慕 和向往的心态 就被他那个女性的那一面也好 还是强大的那一面 还有自我的那一面所征服 对实际上我觉得很关 就是很重要 就是这个家里的角色 跟他们不一样的在于 他并不迷茫 他不从来不迷茫 他都最后就是他很长 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但不重要 对 我现在周围人是谁 这对我很重要 对 就是而且就是他对于就是 他有就是很 就是我觉得他想表达的东西很神奇 就有很多人你觉得为了梦想特别感人 但是有时候你的梦想好像 好像很奇怪 你明白吗 就是这个点我觉得已经没法用语言表达 就是你要去看 那雨果真的是个有梦想的人 就我会觉得因为日本漫画一直很热血 我觉得雨果得完全正向 我操为了飞翔这种 结果你会发现他好像有点问题 就是他最后最后最后去表达出那个情绪 雨果好像不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榜样 对吧 包括就是那个反派 你就直接给弄坏了就完 他把这反派给你弄的就是苦大仇深的 他是为了这个反抗这一切 然后自己出人头地 好像你是不是就失去了什么 就是他他这个 因为他到后期真的是谈到佛了 就是他他尤其是中国 就是东方日本 尤其是日本的漫画为主 他特别喜欢在就是加禅宗的东西 就是加加悟性的东西在里边 其实那个叫什么宫壳也是有类似的这种禅的东西在里边 就会讲到就是就是佛秀一种说法 就是如果你只想这个修炼自己成为这正果 那你就成不了 因为你有了执念 因为修炼成佛这件事是你的执念 你只有放下执念 你才能真成佛 我觉得这个片里边就会多 就是这个漫画里多少有一点点这种影射的东西在里了 你刚才谈到这个雨果的梦想 我看完之后 也是觉得雨果的梦想有点可笑 但是你又看他竭尽一生吧 去追求想要进入这个撒冷是吧 就感觉很难过 这种感觉 你不知道怎么 因为咱们可能看到后头了 因为咱们看漫画都看到后头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那个梦想太可笑了 对吧 但是在当时刚看到的时候 你其实我还挺为他惋惜的 而且我觉得我就有时候觉得就会自省 就是不是我也是那么一个要追风的少年 漫画里其实雨果是也给了一个前史 他漫画的做法特别标准 我打败了这个敌人 或者过了这个对手以后 再给对手一个前史 让这个对手人物更丰满 然后来反过来塑造家里 就这个雨果以前他是有一个哥哥的 他的哥哥就是一心要飞到天空的 做了一个飞行器 大死了 对但这个是违规的 然后他的嫂子就是认为 这样会让所有人都被牵连 最后他把哥哥 就是他嫂子把他的哥哥举报了 然后他的哥哥等于是被 类似当机械警察的制裁 然后就是给算是当场击毙还是什么 我有点心情 就死了 就死了 然后当时去处决他哥哥的人 在后来其实也是亲手去处决雨果的 去追杀雨果的警察 雨果就死了吗 他也追杀了雨果 并且有那种台词 他用一句就是什么 你们兄弟当年你哥哥也是在我手里之类的 这样就交代过这个东西 其实你去看他的前边 他的介绍 你会觉得雨果是对的 你是觉得雨果会是对的 他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细节是这个是无法保留了 因为他没有谈到情人 就是那个他哥哥最后被也是被就 因为是砍碎了之类的 就只留下一只右手 多年以后雨果是在黑市上看到了一只右手 一看那是他哥哥的 所以雨果 如果他是人类 他是不接受改造的 但是他做了一个改造 就是他把自己的右手砍掉了 他把哥哥的右手装上了 然后他的手腕上是有一道八的 是有一个接口的 我记得有一次 他好像是像家里展示了他的右手 对 那个是他哥哥的右手 但是就不管电影里用什么方式去呈现 这是非常像原著之境的细节 真差点说破了 这个真的就是 所以你看到那时候 你觉得他特别可怜 你觉得特别可怜 但是故事再往下方 你觉得你最后给雨果的定义是可怜是吗 很可怜 就是我觉得整个故事里边 整个 因为一直到特别靠后 他还会回忆 就是当年雨果是要上来的 就还会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人太可怜了 因为这种可怜 其实不是可怜雨果 就是有时候会看到 我们年轻的时候 其实可能也是当过什么追风少年 是吧 甚至可能周围 我觉得他是好样的 他真的比那些 就比他嫂子在举报他哥的 这个我觉得嫂子举报他哥 这个我是一点不能接受 就是那个我不用 能理解 能理解 因为他是为了安全 他为了自身的安全 这个是能理解的 但是就是说 雨果这种你会很感动 但是感动之于 你看到后边的故事 你会对他特别的心疼他 就是这一辈子到底在做什么 我觉得还好 因为如果自己不知道 我觉得就是对他 对他一生 可能最后临死前 他可能还是对这个 萨朗还抱有一丝希望 也对他来说 也算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说这特别有道理 就在这 就是说不好 你说有些人的梦 你该不该打破他 至少如果在死的时候 他相信有一个梦 我没有去实现 但我一辈子在追他 对 但我已经尽了我全力了 就好像你喜欢一个姑娘 你最后没追上 然后你追了好多年 至少尽力全力追 追半斤 他告诉你 我是男的 就你当时 这两种崩的心态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我小时候也刀口 我觉得这个漫画吸引人在于 他的人物的塑造 其实很多层次 是往后看再回过头来 才能读到那个味道的 包括就是 如果在刚出场的时候 他呈现的状态 就是向往天空的那个城市 他想离开这里 想要去飞翔 但是其实他在后面 有向家里吐露过一个 他内心的一个表达 就是他要离开废铁镇 他并不是说真的向往扎雷姆 而是他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 这是他跟废铁镇之间的斗争 就是我如果留在这个废铁镇 就是我就会变成像废铁一样的人 这个地方就把我的梦想跟尊严 都连根拔起 所以我要离开的是这个地方 而不是去 他去到天空的那个 是他离开这里 他能看到的方式 他看到唯一方式 对 所以很可怜 他觉得离开废铁镇 是能为一 改变他人生的唯一方式 对 他有一个深深的 对自我的不认同 对命运的不甘 所以叫修佛法 所以你是跟自己和解 你知道我看完这个之后 我就 我只有明白好多 以前老人跟我说的很多道理 就是你没法改变这个周遭环境 你只能改变你自己 而且当时我记得 就漫画 我觉得当时在那个时候 看有很多震撼的点 就是像家里的道德观 他其实并不是说一上来 就是我有一个道德标准 就是你是人 你不应该谋财害命 或者是说 即便改造人 你拿掉他的灵件去卖 不会危及他的生命 他也没有对你做道德评判 其实这个就是 家里一上来 其实在认识尤格的一开始 他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他知道尤格是在做这个的 而尤格也是承认这件事情 他并没有做道德评判 说你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也是这样的人 你是我的对立面 他并没有 他没有什么道德感 跟我一样 不是没有道德感 而是他的道德 他的道德评判在这之上 我觉得他是这样 就是他会有他自己的善良 这是有的 但是他没有一个世俗的道德观 就是你是 就是我是改造人 然后你会把改造人的零件抢去卖 我就觉得你是错人 我也是改造人 我这右手一直也是改造的 就是他会是这样 他没有一个那种 就是世俗的道德观 他会有自己的认识 对他的自我认知特别强大 就家里就是我就是要跟你一起去废铁针 不不一起离开废铁针 我要跟你一起 也就至于是说 你为什么要去 你怎么去 我不在意 那我也不是说让你自己去 而是我就在意我们能不能一起去 为了爱情 就这件事 你觉得这个是家里对雨果的爱吗 就这种爱情 是吗 他陷入了对自己以往经历的沉思 你要是说到爱情这个点吧 就家里迷人的在于 就是所有的这些角色 包括你能想象的雨果 你不能想象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就那特壮的那个 反派吧 大反派 马卡克 还有伊德 还有后面每一个被他征服了的对手 男性 对他都会有这种情感 而对于家里来讲 我觉得 后来连女性都有 对 但对于家里来讲 总体看来 我觉得他对雨果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我觉得后来 因为我看到后半截的时候 别管看那个漫画 还是OVA 还是那电影 我都看出了一点那种母性之爱 就感觉你是我的孩子 我要拯救你的那种感觉 人说真正 人说好 就是某种爱情状态下 女生会表现出母爱 有可能吧 我真的 我一直很渴望有母爱的恋爱 再见 再见 爪的 我觉得他 他对雨果是明确有表现出来 我要跟你在一起 我要和你一起去做什么事情 对于其他人 其实无所谓的 就是我要做我的事情 你要做什么 跟我谋 不谋 契合是OK的 跟我不一样 无所谓的 你不要影响我 我觉得就是因为 从他的那个装甲 后来越来越高 脸画的越来越像成熟 因为他后边经历了十几年 就第一部漫画 得有十年吧 故事前后 就是他是有成长的 就是他跟那个 那个雨果 那个就是确实是初恋 就是我跟你在一起 拉着你的手 身崩地裂在面前 我也不害怕 还爱别的男的 后来还有一男 那个男的处理方法 就是我要参加战斗 很牛逼 你的肉身不可能承受 回家打鱼去 等姐干完事 回来跟你睡 就是 然后那个男就不出现 就一直在鱼村里打鱼 等着他回来 就后来有这个男的 去找家里的戏是有的 就是但是就两个人 也就是他到后来 又有还有很多人爱他 然后他会觉得 我对你有好感 但是我家里有一个 打鱼的人在等着我 我就不能跟你们好 但是就明显跟雨果 那个初恋不一样 我觉得那是恋爱层次问题 初恋真的是 你拉着他的手 你觉得山崩地裂都不怕 到后来就成熟多了 是吧 我觉得其实可以说一下 漫画里雨果的死 我觉得还是印象很深 很震撼 就是雨果他就是 为了能够离开废铁镇 他要筹到很多的钱 但他最后发现 这其实多少钱 都是离不开的 这个钱只是 就是自己上当了嘛 所以当他最后 很绝望的时候 他爬上那个 从费铁镇通向 那个天空之城的 那条管道 其实那条极其漫长的 滚道就是 你是根本一辈子 可能都无法 无法走到尽头的 他带着他自己 所有的积蓄 爬到那个管道上 已经凌驾于 整个费铁镇的高空 他把所有的钱 就洒出去 那天费铁镇的人说 天上掉钱了 那是雨果洒下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 雨果其实他就 他内心已经崩塌了 他的自我认知 已经崩溃了 就他已经认为 我不存在了 就我这个人就已经 就是整个就内心崩坏 所以这一切 就全都没有意义 而且那个 整个那个管道是 他会定期的 有一个叫驱鼠环嘛 就是他所谓就是 老鼠会从底下 然后往天空的都市爬 然后用驱鼠环 把这些老鼠 给屏蔽下去 其实指的就是人类嘛 然后这个驱鼠环 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一个环 就会从上头往下捋 然后你在这个管道上的人 就会被捋下去 这个雨果他最后是 他破了一个记录 他临死前破了一个记录 他是唯一一个 当时唯一一个 通过了第六道驱鼠环 还活着的人 但最后还是死了 其实他的那个死 是非常浪漫 而且非常壮烈的 对对对 我看好像是一点点疙瘩 一开始脚 什么疙瘩 最后就上半截了 看到那你就觉得 天空城的人真坏 总有一天 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 把你们推翻打倒 对吧 然后这个故事再往下讲 那就有意思了 说到这儿啊 很多没看过漫画的朋友 还认为这个天上的这个扎雷姆 还是一个天堂 对吧 对往下讲 这是一个美好的天堂 就是讲重点吧 因为他中间还经历了什么机动球啊 还有什么打那个狂战士机器啊 就是那些就是 是一个家里自己内心一步一步在认知自我 他怎么从失恋 这个小男友死的过程中恢复 就是讲到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博士 叫这个这个诺瓦吧 是叫 就认识了一个坏博士 然后这个坏博士 反而一些细节我就不相信讲了 就是他还把这个养父 就是伊德这个养父给弄死了 不小心 后来说给复活了 然后这养父就去找自己养父 说复活了之后 这养父没回来 去找养父的时候 发现这养父就失忆了 然后就问就是怎么失忆的 然后就是这个养父的一个小助手 给了他一盘这个光碟 说你看这光碟 然后这光碟大开一看 这光碟里边就说 说的是这个 我已经知道了扎雷姆的秘密 所以我活不下去了 就是他本身这个就是 在那之前就已经明确说了 他这个养父是从天上给轰下来的 他以前生在扎雷姆 后来被轰下来了 说我已经就是知道这个秘密 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决定清除自己记忆 为了让自己能快乐的活着 所以实际这扎雷姆是有一个秘密的 然后就在这之后 这个地下 就是这个废铁镇和周围的这些城市 这些农场里边 就发展出了一个真正的反抗势力 所以我造了一个大炮 造了一个巨大的大炮 又跟列车一样的大炮 拿着大炮打天上的城 我觉得那个我就讲一下那特别厉害 就是底下人都觉得 底下人就沸腾了 我们革命要成功了 我们怼这么大一大炮 能打天上那个城了 一定给他打下来 然后他们的领袖是一个 就是人马是一个巨型人马机器人 大炮好弹打上去 还没到人那城就没了 就是人家上面有防护罩 就给你没了 然后天上的人 天上的人就打电话 说的那个天上的人 有一个小部门 是专门监视下边 都不是什么重要部门 就专门监视下边 可不可以跟地下室工作似的 然后说的那个 跟上机申请一下 使用一下我们的武器 可以吗 说那个武器叫地狱 说你可以使用0.3秒 那够了 摁了一下扭碟就没了 就地下那个什么连车呀 什么带那帮士兵就没了 就废铁镇都没了 废铁镇在 因为它是在废铁镇外头开的炮 人间蒸发了 那个东西叫地狱 只用了0.3秒 就会觉得 就是我们组织起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抗争 然后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军队 造了一个大炮 经历了很多年来准备 这个超级武器 对对对 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 那个主人公家里 是跟天上有一个协议 就是他要帮天上 就是评判的 就是因为底下这帮反抗的人 也挺浑的 比如说 你是某某某农场的 专门给天上做吃的 那你就死了 对吧 这跟当年有些时候 打那些 咱们不好比喻了 反正 就是这个情况 以前也是出现过的 比如说 就是如果我是为这个萨雷姆 添上这个供养什么食物的 我就说明我这成分不好 对对 就给你砍了 当然了 他后来有一些 这个家里的朋友加入到了这个队 我因为最后有一次 就是家里跟这个 这个判军叫店 就是他们有一个对抗的时候 就是就是家里的一个小妹妹算是 一个小妹妹就明显 就是就说家里错了 就是就是我们一直在地下被欺负 凭什么 我们为什么做好吃的给他们 对吧 我们就应该反抗 我们有反抗的权利 所以就是从今天开始 我跟你家里就决裂了 我要跟着这帮反抗军了 对吧 他有过这么一次决裂 然后呢 这个 但是所以这个女孩 后来在里边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出现 然后帮助大家这个慢慢的 就是他们去杀别的这个村的时候 就至少有些人是可以活着留下来的 但还是挺残暴 但是就经历了很多年 包括他们自我的成长 终于说的出具规模像一个军队了 特别的 我还有一个电台呢 我特别喜欢那个人 那人也喜欢家里的一个电台的一个主播 然后在村里 在那个沙漠里边弄个天线 开始广播 然后给大家加油 大家特别喜欢的 对的 这里边大家有时候去看漫画 这里边还有别的梗 就不相信说了 然后就是最后那大炮打到扎里 我不是屁股没有 然后你们瞬间被秒了吗 就那会那种迷茫 就是那个大型的那个人马机器的迷茫 他说那现在这个军队就解散吧 因为我们不可能 不可能打赢 就我们弄这么多年 弄出一个军 终于弄出一个军队 然后弄出一大炮 然后打人家没用 人一个扭0.3秒 我们就人间蒸发 说但是大家全都改游击吧 我觉得在读者 在看到这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 也会有点那种泄气的感觉 对 他其实就是想塑造 就是因为他后边 马上有揭秘那个扎里姆的秘密的时候 他前头就给你推到扎里姆 这么强大 这么坏 然后最后那个博士 就是那个一直在游走在周围的一个坏博士 然后就说到扎里姆秘密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是那个博士 整个游走在这个时间之外 就是他感觉就是 那个走在人生 写在人生边上 走在人生边上的人 他看在 他看 他那个博士也从扎里姆来的 他看扎里姆 看废铁镇 都就如同跟他没什么关系 对 就说到这个 就是他的世界观有多大呢 其实作者在一开始就已经有铺垫 一上来的时候 天空城是萨雷姆 然后这个萨雷姆 他叫悬空城 悬在整个废铁镇的上空 然后废铁镇只能仰望这个悬空城 但是这个悬空城呢 在它的上面有一颗 在耸到像宇宙的一颗柱子 这颗柱子连到哪儿就不知道了 然后大家还在问说 这个萨雷姆支撑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有人说 它并不是支撑什么 而是它其实是被一个东西悬挂住了 那也就是说在萨雷姆的上面 还有一个太空都市 然后萨雷姆也叫沙冷 然后悬挂着萨雷姆的那个都市 叫耶鲁 连起来就是耶鲁沙冷 这就是作者整个完整的一个大的世界观 但是那个耶鲁就一直是在一个背景上的一个 就是更高级的 就是刚才金娃说的 要把这个萨雷姆要架到多高 然后再把它轻易的捏碎 才能显示那个耶鲁的厉害 对就是它像已经架到这么高了 天上使卫星瞬间秒掉你了 这个时候这个博士游走在外边 然后这个家里找到这个博士了 就问他 因为其实家里也一直游走在这外边 就是因为家里也不太关心这些事 他只关心我身边在乎的人 我那个养父伊德失忆了 而且有一个扎里姆的秘密 导致他失忆 我要问出这个秘密是什么 因为他失忆他就不认识我 他希望有父爱 就是有跟他父亲养父之间的感情 就问这秘密是什么 我一直会觉得这秘密 那你不得埋到最后告诉你 那博士说这秘密没什么 我现在就告诉你 就是这点 我觉得他跟你办漫画还挺不一样 跟你特早接迭 后头人还有人老有扣给你弄着 就是直接这博士拿一锯 给自己脑袋锯开了 说你看 结果一张图就是里边没有大脑 就整个耶鲁城的人 脑袋里边是没有的 只有一个芯片 然后这个博士 对这个萨莲姆 说错了 就是这个萨莲姆 这个城里边的人 就是他们一直说的是天空城的人 实际上是没有大脑的 只有一块芯片 然后这个博士给他们讲 就说我们都是从天上来的 19岁的时候会做一个仪式 就是在我们脑门上打一个标志 这个标志实际上是一个手术 是把我们的大脑给拆掉了 然后用这个大脑的记忆做一个芯片 然后放在我们的大脑里 这样我们更易于管理 这样的话更容易被电脑控制 所以你天上是什么样 这个天上看起来很繁华 很美丽 每个人有吃有喝 而且他们有性欲 就是能够随便做爱 反正就会有这种描述 但是不能生育了 生育是靠电脑的基因工程 但是人不能生育 但是有性欲 就是过着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是没有一个人 是拥有自己的大脑的 每个人的大脑在19岁时候 都被摘除了 换了一块芯片 但是这个芯片 是不是也是根据他大脑 记忆 记忆来 对 所以他开篇展示了 在废铁镇的时候 他的那个 省得脑癌了 你是真想的 那你就不在了 不是你了就 不是只要我记忆还在 不能延续我的记忆 这就是他讨论的问题 因为一开始在废铁镇 你会面临的问题是 我是一个完整的自我 还是我已经变成了一个 半仿 就是半机甲体的一个改造人 我想的看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觉得是 至少我有大脑 或者我有心脏 我有意志 可是当 当萨雷姆的人的 真实的情况 暴露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真的是已经到了这个层面了 就其实底下 无论你是改造的也好 至少你们都还有大脑吧 你们还是我自己 对 他们已经没有大脑 我觉得这个 无非就是 就是一个替代品 是吧 一堆脑人 跟得一芯片 我记忆还在就行 问题就在于 现在把你的大脑里边的记忆 抽出来 复制十个芯片 坐在十个机器人身上 然后把你杀死了 你乐意吗 不都是我吗 你乐意 我觉得没事 你真心 我只要能有生了 不就行了 反正可能有些人会 反正我肯定会 一直不太认可 我觉得只要记忆还在 就行 我就是我还是我 我记着 我能把所有事都串上 就是别给我改 别给我改我 但是可能就没有 你中间这段 比如是你昨天的记忆 就我现在把你芯片 抠的是昨天的 然后我明天杀了你 你干吗 没事 这一天也挺无聊的 我想看 你要拥抱我 我觉得这一层 我还能理解 但是把你复制成十个芯片 就说十个我 那哪个是你呢 我挺喜欢 跟我自己玩的 其实我也是 我希望他们 再弄几个男的我和女的我 就够了 都什么事 希望的是悟空变成师父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反正就是 就是怎么讲 因为他后边 其实漫画 我觉得有意思就在这 就是后边他会讲 就是好多人 那是第二部里边 其实更多的是讨论这个 我再问你一个 比如说现在就是有一个 没有这个皮炎的 是吧 就是根据你的什么记忆 造出一个人道的精华 没有皮炎 没有你实际生乱巴巴毛 没有皮肤特好 你乐意吗 你要让你就把你给毁了 让那人来 我不乐意 我不乐意 我会更认为自己 移植过去了 我是认为那种 就是大脑移植还能接受 就如果大脑改芯片移植 我持某种怀疑态度 都不一样 能续少就行 能续啊 你是从整个人类发展来看的 所以你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一小自己能活好几百万年 得多殆劲啊 这个 你就是 你就是那个 造萨雷姆的那种人的想法 对 萨雷姆就是从 你这替人手里诞生的 没准就是未来就有人听了我们这些节目 认为你说的对 然后就造了萨雷姆这个城 这都接上了 赶紧让我先上去 反正肯定会有很多人 因为他后边也会表现 就是萨雷姆本身 那第二步了 会认知会有问题 就是有人会 你这种看法 有人我这种看法 就是看法会不同 这是谁对萨雷姆的人 做了这样的事情呢 对 我们先把第一步的就说完 因为其实第一步到这块 就是特别震撼之后 后边就相对处理的简单了 他就直接就是 天上那个耶鲁的城 就没有再展现是什么样 当然大概意思就是说 这个原来就是第一部 第一部漫画的结尾 大概就是说 这个人类已经发展的 特别高科技了 然后他们要去天上 这个殖民 结果在金星火星 因为这个能看出来 这个那会已经大概透露了 这个家里是从火星来的 它是从火星来的 就是金星火星木星的卫星上 已经全都被人类殖民了 结果人类殖民到各个星球之后 就慢慢独立了 独立之后 每个星球发展自己的科技 什么纳米科技 基因科技 各种各种核能 什么反物质科技 结果这几个星球 发展出了不同的人类的品种 比如说因为都有改造人 比如有的星球热衷于改造 最后就全都变成改造人 有的星球热衷于搞基因工程 就都变得跟妖怪似的 就是它最后这几个星球 都成立了自己的国家 他们就开始跟地球之间 产生了矛盾 然后地球上有一个大的AI 这个AI并不是一个坏AI 还是一个能够被控制住的AI 但这个AI是它的算法 就是说认为 已经不能够跟这些星球之间有来 就是我们要去更远的太空去殖民 所以它造了耶鲁城跟撒鲁城 然后造了两个城之后 是通过一个电梯式的玩意儿 从耶鲁城扎里姆城 大人给送到天上耶鲁城 然后那块会作为一个港口 大家从港口去更远的太空殖民 但是说从建好之后 天上开始打仗了 结果建好之后就没有船出去过 所以就被废弃了 这个地儿就被废弃了 是大概第一步就这么结的 然后最后结尾是坏博士 其实没那么坏 然后他就跟家里就说 说的这意思就是我这有一药 然后你吃了之后 你就能够把这些东西反正都改变 我也没太理解怎么改变 最后家里最后就飞到天上打了这药 然后就变成了一朵大莲花 然后把整个天空城跟什么耶鲁城 什么全都覆盖了 然后人类就变美好了 所以我第一步的结尾还是很美好的 然后地下边的废铁症 废铁城跟耶鲁城也都联合起来 要成立什么政府这种 我觉得等于就是说 AI设计之初 就是耶鲁城跟三岛城 是要飞走的 要去进行移民的 要进行殖民的 它上面人要进行殖民 是通过给你电梯一直运到太空城 就是耶鲁城 从那再坐飞船走 它相当于是机场后鸡大厅 后鸡大厅 对对对 是这样 有一百度车 等于是 你在耶鲁城是办那个什么 办机票 然后安检 破运 对对对 撒冷城就是后鸡 是吧 对对对 耶鲁城 耶鲁城是后鸡 撒冷城是办 结果呢 这出事了是吧 结果出事就 飞机都没了 飞机都没了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这一直活着了 就是这么 第一步这么结尾的 第一波要走人 也都算当时的特权的阶级 应该算是 反正就没走成 没走成说 但是你们得仰着我们 是吧 可能吧 反正就变成这样 说是 它有没有具体的一个 就是年代表 一个时间轴 有吧 在第二步的时候有 我觉得这真是贯穿了 得上万年吧 它没有上万年 好像是700多年吧 它是 我觉得我第二步 不是后来我看了吗 它第二步里边 有特别长的一个章节 跟家里这些主人公没关系 讲的吸血鬼的故事 讲的是吸血鬼的故事 是贯穿了人类 到底是怎么发生了 什么变化 导致成现在这个样 它大概意思是说 它首先它说吸血鬼 不是吸血鬼 它吸血鬼是得了一种基因病 是一种基因病 它会就是喜欢吸血 但是那个身体会不老化 就大概是这么一种病 然后也会被轻易打死的 然后就大概是说 在大概2010年 咱们再往前9年 这个世界被小行星给撞了 然后撞了之后呢 冰天雪地了 然后就地球不行了 改成兵器时代了 然后大概这样 然后呢 就有群人就藏在地底下 然后后来 有点那意思 真的有点那意思 藏在地底下 然后藏地底这帮人呢 就是但那帮吸血鬼特别厉害 他们就在外边游走 然后那个吃人什么的 结果就是 特后来讲的 这个吸血鬼爱情故事 那爱情故事就细节就不讲了 就是结尾就是 那拨人 就是那拨最早在地球底下 藏在地球 这些避难所的人 他们认为 总有一天 太阳会回来 就是太阳光会重新照耀我们 这个世界依然会美好 虽然地球已经进入了一个 没法活的状态 所以他们一直在保留科技 然后在保留科技的过程当中 好像传了三代吧 大概是 是这个 曾孙的 就这个 这个人本身是一个科学家 这科学家研制了一个 可以预测未来的机器 算出于四事 所以研制未来的机器 然后是等于好像 曾孙那一辈 就变成了 就是最后成了一个 特铁腕的人 最后是打败了吸血鬼 然后把人类给带到了 这个新的时代 然后他一直渴望着 去这个外太空殖民 因为他的理论是说 我没法再承受地球 再一次被小灵雄撞到 因为之前大家都没有算出来 就活生生的 人类文明几乎毁灭 所以我们能够让 人类文明不毁灭的方法 就是一个鸡蛋 别搁在一个篮子里 咱先殖民 恒不能这些星球 全同时被炸了吧 所以他就是用他的那些 他用他什么祖爷爷 留下来的那堆科技 然后就迅速发展人类 然后发展外星移民 然后就推向了 就是去太空移民的 这么一个故事 那后边就是各个星球 刚才说的 就有开始独立 开始战争了 你说的这是第二部的故事 第二部里边 他补了很多第一部的剧情 然后大家 你还有对于第一部要说的吗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 就是从男生的角度看 就是这个伊德 比如说的养父 对他是什么感情 就是父亲对女儿吗 我觉得早期 其实可能作者也自己 没想明白吧 因为这个我觉得很妙 就是他处理这个很好玩 在伊德就是刚从那个废墟里头 捡到这个身体的时候 然后就是我要把这个美丽的这个身体 把它变成一个 把它就让他能够醒过来 然后一开始 伊德对家里的感情是 就是他是我可以赌上性命的 唯一可以就是 值得我去赌上性命去守护的 因为他是我亲手创造出来的东西 就这个是伊德一开始的一个很明确的 就是这你是我创造出来的东西 我视若己出 但是是把它给物化的 但他马上就是 马上给家里的很多自主的 自我认知的那些行为 就是完全不受控 伊德你想用主人的身份 或者父亲的身份 完全是控制不了他的 所以伊德马上就去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就他在面对家里的时候 他在反思 就是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我是不是不应该去预设 就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把它 首先是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物品 一个东西 甚至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孩子 而是他是一个独立的人去看待 而在那个 就是在尤格出来的时候 那个家里的 那个伊德的心态 就是 只要家里开心 哪怕是恋爱 我也能同意 就他的心态一直在变 他一直在找自己 跟家里之间的这个感情状态 而这是单方面的 这所有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没有得到家里回应的 家里就是他自己 家里就是一个 但家里很在乎他 家里很在乎他 家里是这样的 家里 你说特马里苏的 家里从来 就一开始说了 家里他其实并不关心 就是我是谁 我要干什么 我要到哪里 他不关心这个 而是就是 我能帮你做什么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能为就大家 我能为大家做什么 而对 但是在那个 就是家里获得了 他那个就是 跟他的属性相吻合的 那套身体 机甲 就是那套叫什么 狂战士 对 狂战士的身体以后 就他获得那个以后 其实是那个 狂战士的东西 让他有很多的觉醒 其实其实基本上 类似于父亲 就当孩子到了青春期 慢慢你就 必须得承受这些 因为我孩子 现在慢慢在长大 我会发现 就是你会必须成 你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 因为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基本上 他看 我不确定作者 开始出气的想法 因为他后来 家里做梦的时候 在这个什么 他命名为阿丽莎的时候 那个梦境的时候 有过 就是他 那个在梦里边 是坏博士 和伊德一块捡的 坏博士就说 咱们给他改造成章鱼吧 就是一人脑子 叠一堆章鱼多可爱 然后说 就是不同意 说那不然 咱们改成一个美少女 然后他打着 这不错 不是 我想起我要说的了 就是其实我是觉得 伊德对家里 一开始并不是父亲的那种 他是有男女之情的 就是 因为这涉及到 就是漫画里 雨果后来死了以后 家里有一个 类似离家出走 就是消失了 然后 伊德就去踏上 寻找家里的 这个这条路 并且他当时是觉得 就是我如果找不到家里的话 街头就是我的城堡 我就一直寻觅他 这是他的人生目标 就是找家里 这不是男朋友 然后 然后马上出现了一个女孩 叫 对对对 就那个冠军的那个 叫修米拉 就是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从登场的 那个 就 那个 作者给的 那个镜头的视角 和那个特写 就完全就是 特别像家里的一个女孩 但是是一个黑皮 就皮肤很黑 然后 同龄 同样的气质 同样的少女 大眼睛 然后在伊德看到 那个女孩的时候 那个女孩也天真无邪 就是类似什么 你今天晚上可以住到我们家来 这种话的时候 伊德的反应是 通常这种时候 我是要禁欲的 就他对一个 完全很像 就是家里的女孩 她是这样的反应 而他拿出了家里的照片 说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家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修米拉的反应是 这是你的恋人吗 嗯 然后伊德就 伊德年轻 不是 就再过几年 可能别人也会觉得 我女儿是我恋 伊德在漫画 伊德在漫画里的形象 是要比电影预告片里 我们能看到的 是要年轻的 是要年轻的 所以伊德在一开始 他 伊德这个人物 他跟家里 没有在男女情感线上的共鸣 但是作者 一直在做 他单方面的挣扎和纠结 他有一个作业 我有一点转不回来了 那会儿 我觉得有点转不回来了 我觉得其实 但是说实话 我不知道作者 这作者干嘛 这么纠结于伊德 他跟家里的感情线 他要干嘛 因为后边很多剧情推动 是需要的 跟剧情推动有关系 就是他们俩必须 得感情很深 才能够 都是由家里跟伊德互相 妇女情不行吗 我觉得后边 他有明显在转妇女情 而且其实我不知道作者 是不是有养孩子的心态 其实有时候对孩子 差 真差不太多 尤其女儿慢慢长大了 因为我们家女儿 进入青春期的时候 慢慢长大了 有多大 今年十一了 就是眼看青春期了 其实我也在像伊德一样 一直调整自己的心态 在面对他可能要开始 交男朋友 什么的这种 而且就是爸爸 如果二婚找个长得像女儿的 也很正常 我觉得会有了 但我觉得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 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 在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会有一点 说什么 我讲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你这我不会了 我不会 我现在没有这个心了 但就是说这个事 但是就是说 或者作者在一开始 就是没想明白 这两个人的角色怎么处理 但是他后来在发现 处理的过程中 处理成妇女会更合适 我觉得这是成心的 成心的是吗 你刚才说什么 我拿出一个卡片 这是你的恋人吗 这才子不都是作者自己设计的吗 他肯定是这样 我觉得他是想 他很明确 就是在伊德看到一个 伊德看到一个很像家里的女孩 邀请自己晚上去家里 他想的是这种时候我要进狱 他怎么抓住这一个点 这么呆劲呢 不是 这是其实是 就是伊德这个角色一上来 他是把他往男性的这个 对啊 而不是父辈的这个角度去塑造的 包括伊德一上来 就是他是一个 伊德有一个内心的自白 就是我是一个喜欢杀戮的男人 我就是追求杀戮的快感 但是我这样 这样的我 反正不对 他就是一博士嘛 他就是有人的双面性嘛 在这里所有的人 都不是表面的那个一面 就是伊德有一个自己内心的 就是我追求杀戮的那瞬间的快感 但是这样的我家里能接受吗 可是他在从家里的角度去 观察伊德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这种情感了 就是家里在身体第一次 就第一次的那个 简单的那个身体被摧毁 然后要替换狂战士身体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梦 他在梦里自己就像一个女儿 扑向父亲的怀抱一样的 去扑向了伊德 然后他 这就是他自我认知的一个投射 他就把伊德当爸爸 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作者是给了明确的一个概念 就是家里这个落入凡间的战斗天使的眼里 这些都不是男人不男人 就是人 就是或者好人或者朋友 只是这些人都对他寄予了感情 包括我们看到的那个 就是那个 格鲁士 马卡克 马卡克也是 就特别写点电影的角色 就是自己那么的丑陋 然后那么 应该叫什么 就反正就各种那种词吧 然后肮脏的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又是反派 但是他对 他对家里的所有的战斗的欲望 都源自于爱 就是 就是他爱家里 对 他非常 对 他的那种点就是 你太美好了 我太希望把你的零件 把你的身体取下来 做成一个装饰 然后 这个我有 就是有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 会分好几种 有一种你想 跟她好在一起 跟她睡觉 有一种你想成为她 而且他最棒的是 作者是当时就是 就是马卡克对家里的这种爱 是在后期才表白出来的 他是特别直接的表白了 就是在一边要被家里打败的时候 一边说我爱你啊 你打死我吧 那种 但是 但是他的这种喜爱 在初期就被伊德读解出来了 就是伊德就 立刻就是男人的警觉说 他这种对家里的攻击 莫非是出于喜欢 然后果真后面 读者就会想说 哎 喜欢吗 一看就越来越喜欢 爸爸也会 爸爸也会 也是 也是 后边还有一点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但是也不要剧透了 在他整个第二套漫画 出来的时候 不如改 简单节目 别讲细节 行吧 大概说一下 不如改 就是改到这个 就是把后边 那个剧情给改掉了吗 大概改的地方 是从那个 就是 这个他们上扎里姆 就改掉了 就是扎 原来不是上扎里姆之后 就是 他们是怎么反攻 扎里姆的呀 就直接就是上去了 上边就是让他们上去 因为这个博士 他就是那个坏博士 太厉害了 坏博士被另一个更高级别 就是这个耶鲁这个城的级别的人召唤了 在原来漫画里边就没再提召唤他的人干什么 所以在第二部里边出来就召唤他们的人 把他们都给叫到天上去了 我觉得这个还挺厉害的 就在于上天之后 就是这个博士带着这个家里还带了一个小箱子和另外几个家里同性号的机器人 就看着跟家里一样是同性号的 上了天 他们在地上跟扎里姆已经是所向披泥的这种级别了 然后到了天上有一大哥就一伸手 这几个人就全完蛋了 然后这个就给他们封在了一个类似于一个能量琥珀里边的东西 然后跟他们聊就这个博士就是就跟这个博士就讲 就说的我们造这个造就是我们是耶鲁人嘛 然后你们是这个扎冷这个这个扎里姆的人 你们比我们级别低 然后你们这底线一共上来过四个人 就是你们是能够聪明到可以上来 聪明到能够有自己的能力去去抗争 然后最后到天上来你们是被选中的 你说废土镇 不是就连废土带扎里姆一起到耶鲁的只有四个人 然后那个博士特别开心 就是那坏博士特别开心 我这终于被认可了 我大厉害呀 特别强啊什么的 说那我们上来是能干嘛呀 说你可以继续你的研究工作 怎么继续呢 就把你的芯片扣出来装在我的脑子里 就我们这个城的人是有大脑的 但同时可以把你们的芯片扣出来装在我的大脑里 我就有你的知识了 但没有你的意志 我就死了是吗 对 就是这样 就是你以为你从底下 其实他就跟那个小孩就跟最开始 我为什么说这就跟那个雨果是对应的 雨果是在废铁镇 就几经周折非要上天 但是最终不知道天上的人连大脑都没有 那个博士是在底下闹出这么大的事 就是为了被更上层的人接受 对你的人格是没有的 你没有人格 对其实他有挺明显的这种 不知道是不是影视这件事 但这种思维是这样 就是我要的就是你的知识 就装在我的大脑里成为我的知识 然后后来就更厉害的是 就最后他们就发现 这个耶鲁城就美好了 说耶鲁城上百年没有过外遇 没有过战争 没有过辱骂 因为每个人脑子里装了一种 每个人的脑子里有一种叫什么 这个纳米机器人 叫调停机 当你开始想 就是他们有一个他们定下的制度 或者法律 当你的思维开始跟法律有偏差的时候 就会刺激你 不会让你疼 会让你觉得自己做错了 会让你有罪恶感 会让你觉得这事不对 然后当你做一个跟他们耶鲁城领袖意见一样 让耶鲁城领袖觉得这是好事的 这么一个思想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刺你的愉悦的神经 让你觉得很开心 你很满足 你很有归属感 然后长久以往 你会潜移默化的做出所有的决定 全部都是耶鲁城的领导 耶鲁城的大首领想让你做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你认为自己充分的拥有你的自由意志 这个设定我觉得太狠了 就有些人最终是知道这个设定 他要拒绝这件事 但是说在其中的人 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被控制了 而且这个故事再往后 最后有再讲一个点 最往后让我最炸裂的 就是从第二套开始 到上天什么的这种 因为在那个扎冷城 就是那个扎里姆城 不是大家已经知道自己是脑子里边 不是大脑 是这个芯片了吗 然后首先他们自己内部就斗争了 所有19岁之前的 所有19岁之前的孩子们 就认为那些是机器人 不是我们的亲生父母 然后就要杀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父母觉得自己是这种芯片人 然后就要就孩子要杀他 他们就跟孩子对打 而且主要是有一大部分人 知道自己大脑是没有大脑了 之后他们就选择了自杀 所以他那段描写的还比较 就是比原来第一部描写的 要刺激的 就是要厉害的多 然后最关键的就在于 打到后来的时候 他们一直有一个箱子 那个家里为什么要去 再往上去一层 他没有什么大抱负 他并不是 我要他们拯救这个世界 而是由于他原来在地上 当扎里姆拥兵的时候 扎里姆有一个姑娘 是他的接线员 就是你得跟上边联络 这个接线员一直跟他联络 然后最后这个接线员 当知道他的上层 要杀死这个家里的时候 他在天上就跟他的上层 发生了争执 拿枪打 拿枪打他的这个老板来的 结果他上层给他给抓起来了 然后最后给他杀了 然后杀了之后 就说想复活 他已经复活不了了 他的芯片也没有了 说但他唯一剩的一个东西 就是大脑 因为19岁时候 他大脑被摘走了 说摘走这个大脑 没有被弄死 被送到了耶鲁城 送到耶鲁城干嘛去了 说不是耶鲁城 人脑子里有一个调停机 就是引导你干好事 但是人类的大脑特奇怪 一旦被这种东西控制 他会产生负面情绪 这个负面情绪是潜在的 所以他会突然性爆发 这种暴力事件 所以作为管理部门 会认为这事 更风险更大 因为我没法预估你了 所以必须让大家 把负面情绪给铲除掉 怎么铲除负面情绪 就是从扎雷姆的这些人的大脑 提上来 在上面做了一个梦境机器 所有的大脑认为自己还活着 活在一个虚幻的梦境里 然后这些耶鲁城的人 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接入这个机器 在里边可以肆意杀戮 就像一个母体的西部世界 然后这样才能清除他们的思维 然后家里就要去 把他的朋友的大脑 从机器里给救出来 然后去救的时候就说 反正各种各样的严密 救不出来说最后怎么办 说咱们不是有一个箱子吗 箱子里边有个大脑 他们抠给箱子了 发现箱子里有个大脑 那箱子是博士带上来的 谁也不知道是谁的大脑 说甭管是谁大脑 咱大家这大脑换那个大脑 换出来不就完了吗 最后去换了 换大脑的时候 那个坏博士 已经被天上人又给收买了 又被上一层人收买了 那博士出来了 说可以给你换 你把那大脑给我 我就把你朋友大脑还给你 就那时候这大脑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 换没就换了 换了之后 那不是说为了公平交友 必须告诉你 这大脑是谁的 你再换 我觉得才有意义 这大脑是谁的呢 就是家里你自己的 因为从上扎里姆的那天 我就用芯片代替了你 整个第二本的故事 你的大脑就从来没出现过 就是家里 其实一直都不是家里 家里是这一块芯片 就看到那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就对于漫画的整个设定 就都有一种崩了的感觉 明白吗 因为从第二本 我一直心里边带的 就是你是以家里 这条感情线在走 又回忆历史 又这个是我朋友 那个是我朋友 动不能我回忆雨果 然后你看到你发现 我操 你一直看的是一个芯片的思维 你明白吗 就我玩你了 把你给玩了 那个大脑 就是我们之前看的 第一部那个大脑 而且包括回忆的一切 那个东西 其实他们在一个盒子里装着呢 第一部也是 第一部不是 就是第一部上天之后 被那个博士给换了 所以那会儿 我觉得特别炸裂 然后其实那会儿就开始思考了 你到底是谁 你的身体全是机器 你的大脑是芯片 你的记忆是假的 你还是不是人 无所谓 我不在乎 但是他给出的相对答案 就是你还是人 你需要在乎的是 你现在周围的这一切 其实这个是 它核心要表达的一个用力 活在当下就够了 爱你身边需要爱的人 真是 爱你身边需要爱的人 很多那种 你得努力 得有梦想 但你的梦想 也不能说的 就虚幻到了可笑的这种 需要的是你的知识 成为我的芯片 而且真去那边又怎样 你以为你就有自由意志了 全被引导了 全都被政治正确引导了 你知道吗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卡梅隆第三部 要怎么改了 希望他是能把整个故事的主题 能够保留下来 但是我觉得电视应该不会这么狠 不会直接照搬这么狠 他这个漫画小众也是当时的题材 就很像Count吧 我觉得他至少应该 我觉得他故事也是搬第一部 第二部估计不太会搬 我觉得很少有人能看到那 因为看到那你就有点不想看了 我才会一直看一个芯片 就这样你就不说 他确实是会给观众带来一些 不适的感觉 就他的底色 你把我玩的太狠了 他还跟那些漫威什么那种不太一样 这死明日又活了 但这里边有一种技巧 他当然没有玩我 他感觉你在玩我 你投入这么多感情 最后你告诉我 我投入感情那大脑在 一直就没动换 然后我一直投入感情的是个芯片 所以其实说他特有意思的是 就是他实际上是在跟看者会有很强的心理互动 它的底色就是非常残酷悲凉的 这个作品 其实从废土阵开始就是这样的 废铁阵 那我已经认了 我就有芯片了 那我的芯片还省不上 我还能多活呢 不得脑癌 能换身体不得脑癌 打支架 而且其实整个这套漫画 我觉得特有意思的在于 他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 比如喜欢科幻的人 他涉及的科幻题材还挺逗的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下边是蒸汽朋克 上下就是赛博朋克 再往上走就是这什么了 再往上走 到了那边就是反乌托邦了 然后最后到最后开始聊 你到底是不是你的时候 就是菲利普迪克 他实际上 就觉得这涉及科幻的 那个题材跟精髓 运用得太到位了 其实他有一些漫画里 很极端的一些设计 都很出彩 不知道能在电影里 包括后面两部 能不能体现 包括就是像反派 如何表达自己 对家里的情感 就是我太喜欢你了 然后我就要把你 做成一个活饰品 就挂在我的胸前 然后让你每天悲鸣 哭喊 然后伴我入睡 包括 真可怕 对啊 但是就很邪恶 但是又很极端 那包括像家里 而且这种邪念 是每个人可能心里 都曾经闪现过的 为什么 这会儿都是 这会儿 所以这故事一聊 就是说透自己 内心深处秘密的 你们在说什么 但像家里 其实他也不存在 就是我是从一个 我是谁 我是 我从女孩 到女人的这种 他都没有 他没有这些持续 他的情感表达很激烈 他对那个 他对雨果的 那个情感 就是像雨果 还在想说 哎呀 我的那些小勾档 我的那些阴暗面 被你发现 你会怎么看我 其实 家里没有 家里就是 我要克制 对他的感情 因为我激动起来 可能就会把他 打谢八块 这是家里的 对这是家里 这是家里 在漫画里 他呈现的 就是他表现出来的 很克制 然后在雨果看来 觉得他是一个 单纯的小少女 但是其实家里 自己心里明白 我必须要克制 我一激动了 可能就要把你拆了 这是漫画里 这个角色 他一上来 所以就说 他的自我认知 是非常强烈的 他根本不需要 我是谁 他没有这个问题的 都是所有身边的人 你到底是谁 而这个影片的答案 叫战斗天使 我也觉得特别好 因为他其实真的 就是从太空都市 落入废铁镇的 战斗天使 到最后了 差不多了 那你说完我的说 就是这个原著 叫冲梦 其实那天 ZS也看了 后来也聊了两句 他觉得家里 就是一直在 被别人当枪使 要不然开始 是被这个利用 后来被那个利用 而且他 干预当枪使 就是他并没有说 不干预当枪使 而我只是说 在当枪使的时候 我也知道 我该保护谁 我就不是一个傻枪 所以其实就是说 他叫冲梦的原因 就是这个 像武器一样的 这个女孩 她的梦到底是什么 其实他 始终是在 聊这个字 就确实是 聊在聊自我认知 因为我们的梦想 可能是我们 自我认知中 非常重要的 一个构成部分 就这个是他 想探讨的东西吧 我说一个吧 就无论是马卡克 还是家里 就最终都没能在 这个残酷的世界 存活下来 就命运 命运对他们来讲 生来就是不公的 而且他们被现实 折磨 扭曲的这些内心 就是 就这一辈子 就注定平凡 就像蝼蚁 然后生存在底层 无力抗争命运的悲剧 就不管是 像马卡克这种 就靠强行自我催眠 然后建立一个 扭曲的价值观 然后让自己生存下去 还是像雨果 就把自己 所有的人生价值和希望 都寄托在一个谎言上 他们存在的动力和意义 都是虚无的 脆弱的 所以他们也最后 就轻易地 就被这个世界捏爆了 那所以这就是 刚才说的 这个故事 最后的底色 其实是 就挺苍茫悲凉的 你可以像家里一样 对 唯独家里 就是自我的强大 强大的自我认知 强大对 对这种 不能说是盲目自信 但是这种自我认知 这都自己该做什么 这个真的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活出自己吧 对 其实生命 在这个作品里边 其实没那么重要 生命在这部作品里边 一点都不重要 就不觉得吧 动动就哗哗死 你生命的形态 都已经不重要 不重要 都是蝼蚁 什么是生命 什么是生命 都没弄清的 它有什么可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 意识到底是不是 意识都不一定了 你要觉得你活着 你就活着就完了 反正你这一辈子 非常短暂 就过去了 没人在乎 你真不要觉得自己 很什么 没有人在乎你 是的 就是这样 很真正 就是 因为我觉得第二步 好像好在 那个家里是个芯片 它依然活出了自己 哪怕你是个芯片 你也要活出自己 也是一个优秀的芯片 那你在这 你这么想 这谁研制了这个芯片 就是那个 那个原机器 那个原机器 后来发射展成 一个大型AI 因为我那天想的就是 我那天想到就是 如果咱们未来 就是这种科技 其实人没什么用 人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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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这个世界 本身就是尘埃 造粪的机器 没什么用 世界根本不管你造不造粪 你改成机甲 不造粪了 你看那个 这个大事小事 那不都是那个AI 在控制吗 人家AI 没把你这些肉身的人 给毁掉就不错了 能就是还非常追求 为什么我还挺 对啊 所以人类就自大就在于 我们认为我们 我们发展出了科技 我们制造了AI 但其实呢 可能是AI引导你 去发现了它们 对 可能是单片机 很小一单片机 就引导了一个人类 然后我们认为 自己都是碳机体的生物 但可能其实这个世界 都是归机体的 还有吸血鬼呢 下回这个片 肯定还有有第二部 等第二部的时候 咱们再来 咱们讲吸血鬼 我觉得第二部 可能很久了吧 要等 别到这边 到时候咱们聊吸血鬼 没有跟大家剧透什么 因为漫画很久以前就有了 我们是在香港看的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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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